本节目由ABC儿童用品赞助播出 在奇妙的动物广告里 谁是最聪明的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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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他呢 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 天上飞的 你从外表很难判断出 他们的智商 本期芝麻开门 带您走进奇趣动物王国 看一看动物们到底有多聪明 各位电视机上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芝麻 很高兴又见面了 在前面两期节目中 我给大家讲述了 很多奇趣动物王国的故事 哎呀 可爱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 今天我又给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故事 那就是谁是最聪明的动物 我最聪明 我最聪明 我才是最聪明的呢 有什么好征的呢 其实我才是最聪明的 那你就拿出来本能比一比看 比就比 谁怕谁 快点快点 哎呀 着什么急吗 其实我们搞过比你们人类想象的聪明得多 在我们大大的贺色眼睛后面 其实有一个和人类相似的大脑 相似程度绝对抽出你们人类的想象 我的主人皮尔里 今年82岁了 是一名心理学教授 因为我实在太聪明了 所以他一直想弄清着我 到底有什么本事是他不知道 我的名字叫猎人 今年六岁 是一条博德牧羊犬 天生擅长放牧 我原本生活在苏格兰山区 过着每天放牧羊犬的生活 但是 现在我的主人教会了我 管理一个特别大的牧群 可是里面没有意义之有 总共大概一千只牧群 他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名字 而我全都能记录 我知道他们每一个的名字 我的主人为此感到非常骄傲 你不相信我能记录他们每一个的名字吗 没错 一千个名字 你可以随机抽查 看看是不是真的能难到我 趁我和我的主人 还没有进入房间的时候 尼尔已经把他挑出来 几个文具都放在沙发后面 他这是要考核我 能不能记住那些文具的名字 好吧 就让我们开始吧 猎人 去找英吉 哦 对了一个 找到西尔 哇 又对了 想考到我 这可是我的梦学 还要找谁 把小龙虾找出来 小菜一别 找到甜片 没有什么能难到我 怎么样 服了吧 我都说过这是我的木权 还有谁能够做得比我更好 我的记忆力就是这么无敌 我不只能够记录这些玩具的名字 还能记录好几百个单词 和那些单词代表它意义呢 厉害吧 还有谁敢跟我叫牌 相信了吧 我就是最聪明的 脖子牧羊犬 我是最棒 不就是备丹子吗 我可不怕你 我们星星家族在这方面可是有专长的 我们是动物王国里面顶级的语言专家 那咱们比比看吧 比赛的名字叫指哪到哪 看 我做得还不错吧 科学家都说 我们狗狗做得跟人类中 12个月到18个月大的宝宝一样好呢 小儿科 这种无聊的游戏有什么好玩的 哎哟哟哟 你看看你们 好差劲呀 你看清楚人家指哪了吗 去 我们可以解决比这复杂的多的问题 只不过我不像你们搞过对人类那么关注吧 嗯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确实是更关注人类 这一点我们就是比你们做得好 这可是一种特殊的能力呢 我们是人类的好朋友 我们很喜欢跟人玩 也特别需要人类的陪伴 真是黏人的家伙 我们就不那么在乎有没有人陪 我跟我的主人感情可好了 天天都在一起 我也爱我的主人 主人 我永远爱你 科学家都已经研究过 说我们黑猩猩猩猩这样的灵长类动物 大脑体积比你们搞过的大脑体积要大 在基因上更接近人类 可是科学家也说了 我们搞过的社交智商更接近人类 人类还专门创办了狗认知实验室 想搞清楚我们狗狗到底是怎么思考的呢 我生活在美国印第安那州的狼公园里 我和我的伙伴们从小就是由人类喂养长大的 所以我们是世界上最迅顺的狼 但别以为你们人类就能亲近我们 毕竟我们是狼 随时准备打架 想把我们当宠物养 门都没有 我们有着强壮有力的下额 随时都能把对手撕个稀巴烂 我们绝对不会像我们的近亲犬类那样 对人有那么深的人类的感情 也不会像犬类那样对人类有兴趣并且宽容 冷酷无形 反复无常 这就是我们狼的标签 是啊 正是因为我们对人类如此宽容 所以我们才可以学到很多人类的知识 这就叫做进化 我们博德牧羊犬 也就是边境牧羊犬 原产于苏格兰边境 是颗粒牧羊犬的一种 我们被当作牧羊犬已经有很多年很多年的历史了 直到1915年 我们才正式命名为边境牧羊犬 老实说 我们是属于工作狂行的权者 不太适合都市场 全世界的牧羊工作 几乎一半以上都是由我们来承担的 有人说 如果没有牛羊给我们看管 我们就会看碰小孩 我们天生就会牧羊 我们精力充沛 警惕而又热情 聪明而又勇敢 我们的智商相当于一个六到八岁的小孩 聪明是我们的一大特点 据评测 我们在犬类智商排名中高居榜首 我们之所以能够居犬类智商排名的榜首 是因为我们听到指令五次 就能了解其内涵并记住新指令 主人下达时 我们遵守指令的几率高达90% 此外 即使主人被预远处 我们也会在听到指令后几秒内就有反应 即使训练我们的人经验不足 我们也可以学习得很好 我们边境牧羊犬绝对是名副其实最聪明的狗狗 我们有着强烈的牧羊本能 天性聪明 善于察言观色 能确实明白主人的指示 可既有眼神的注视而驱动羊群的移动和旋转 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学习能力强 理解力高 容易训练 温和 忠诚和顺从 我们对主人的中心程度 可以用如影随形来形容 在奇妙的动物王国里 谁是最聪明的 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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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它呢 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 天上飞的 你从外表很难判断出它们的智商 本期芝麻开门 带您走进奇趣动物王国 看一看动物们到底有多聪明 狗狗的确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 也正是因为它们跟我们人类非常的亲近 所以它们能学会很多我们的知识和技巧 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那只名叫猎人的超级聪明的博德牧羊犬 它竟然能够记住一千个玩具的名字 那如果出现了第一千 你一个玩具 它该怎么办呢 我偷偷把这个带进房子 它是查尔斯达尔文玩偶 我把七个玩具放在了沙发背后 包括查尔斯达尔文玩偶 猎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玩偶 也从没有听过达尔文这个名字 所以我们要看看它是不是能够通过推断把达尔文找出来 我要把它叫下来了 猎人回来 我们再来玩一些好玩的 来了来了 这次要玩什么呀 把田田找到 好极了 把它给放进去 把小龙虾找出来 干得不错 把它放着 好 这就来了 接下来要它找从未听过的门子 找到达尔文 达尔文 我怎么不记得我的牧群里还有叫达尔文的呢 哪一个才是达尔文呢 我得好好找找 应该是个新来的 我没见过的 他花了很长的时间 达尔文 是哪一个呢 猎人 把达尔文找出来 达尔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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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达尔文玩偶 我简直不敢相信 之前猎人从来没有见过那个玩偶 哦 你终于找到了 太棒了 看吧 高兴的 我不过就是一个把一个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名字和一个素不相识的新文剧连接了起来 我可不是唯一能这么做的狗狗 我会记住新名字和新文剧之间的连接 是因为这也是我们学习的一种方法 你们人类之所以会觉得这样有趣 是因为人类以为这事只有人类才能做到 或者说只有人类才能做这样的事 这就好像是小孩子做的事情 但是现在人类却在我们狗狗身上看到了与人类幼儿在成长过程当中某个重要年龄阶段表现出的一个非常相似的可塑性 人们对于犬畏的研究其实才刚刚开始 有些科学家希望这种被科学长期忽略的伴侣动物 能够让人们对如何学习新知识有更多的认识 狗的确是很聪明 那除了狗呢 在我们的生活里 人们所能看到的大多数宠物基本都是哺乳动物 但是关于无脊椎动物 你有没有想过 它们会有多少智力活动呢 就以软体动物为例 你能想象它们的大脑有多神奇吗 我是软体动物门头足缸动物 乌贼 正所谓人不可貌相 看不出来吧 其实我很聪明 我是鱿鱼 属于乌贼的一种 我是大章鱼 也属于软体动物门头足缸动物 我长着八只脚 我在每一只脚上都长着两百个锡盘 每一只锡盘都有极大的伸缩性 我们有着巨量的大脑 里面有许多错综复杂的东西 正是这只巨型的大脑 给予了我们智力和认知力 大家好 我是张一卢比 是个聪明的男孩 科学家正在研究 我那超凡的智力 特别是我学会如何解决问题的能力 让人们印象深刻 我学会解决的问题就是 怎么打开装着小虾的玻璃瓶的盖子 我知道这个小瓶里装着好吃的 但是上面有一个盖子 没有人告诉我怎么才能打开盖子 一开始我拧错了方向 结果把盖子拧得更紧了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犯错的时间越来越少 现在我已经能轻松地打开玻璃瓶的盖子了 从成功和失败中学习 这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现在你只要把小玻璃瓶扔进水箱里 我就可以迅速地打开瓶盖 吃得好吃的 咦 好吃的在哪里 在哪里 在哪里 讨厌 为什么要给我一个空瓶子 看人家白费力气 当然了 如何搞到午餐 和怎样避免被当成午餐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 经过进化 已经学会了如何在第一时间躲避攻击 当我在珊瑚间穿行时 我知道附近正有一只鸡肠碌碌的猎食者 在寻找食物 什么都躲不过他的眼睛 他的牙齿如尖刀一般锋利 他急切地想要找到午餐 一旦被他发现 我就会成为他的大餐 但是 他完全没有发现我的存在 其实我就在他眼皮底下呢 这是我们神奇的大脑在工作 怎么样 神奇吧 我能在任何地方把自己隐藏起来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十分之七秒之内 要想知道 在这神奇的十分之七秒之内 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就只能看慢镜头了 倒回去 仔细看 一个镜头一个镜头的看 你能看到我全身光滑洁白 现在看我眼睛周围的欢 我们利用两眼之间的大脑 转变了自己的形状 颜色 质感 大脑里的各个神经元 直接转移到皮肤 有时候距离长达一米 而这一切都是在十分之七秒之内完成的 所以 科学家认为我们需要一个超级计算机那么大的大脑 才能处理所有这些影像信息 并且快速模仿出来 那么我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科学家认为可以用一种交过简约法的生物学原则 即自然最具效率的方法来进行研究 在简约法原则的指导之下 我们乌贼也成为了科学家的研究对象 科学家决定把我放在一个我在自然界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背景中 不管什么样的背景 我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把自己隐藏在其中 看 我把自己变成了马赛克 我的大脑测量出了周围环境中的反差程度 然后转换皮肤 显示出与周围的环境深浅相似的图案 这是人类了解我们大脑的一个窗口 因为皮肤代表着神经中枢的活动 实施这样的隐藏术 需要大量的神经处理步骤 也需要大量的决策 这就是人类所说的认知和思考 在奇妙的动物王国里 谁是最聪明的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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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他呢 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 天上飞的 你从外表很难判断出他们的智商 本期芝麻开门 带您走进奇趣动物王国 看一看动物们到底有多聪明 在以前的节目中 我们曾经看到过 章鱼 可以做出各种神奇的 异态行为 有时候变成鱼 有时候变成山湖 在他们的身上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神奇的变化呢 总有一天 我们人类会弄清楚的 但是接下来 我们将会看到的 就是聪明的 海豚 而且通过不断的学习 他们总会带给我们 不一样的 惊喜 这里不是科学实验室 而是一个美丽的潜水渡价区 在这片美丽的海域里 我们一共有24只 加勒比宽文海豚生活在一起 这儿其实是一所海豚训练学校 特里博尔顿是我们的训练主管 他总有办法讨夺我们的欢心 他的办法很简单 那就是给我们好吃的 我们有很多牙齿 但这并不影响人们把好吃的塞进我们嘴里 吃了好吃的 我们就很愿意表演各种技巧 瞧 很了不起吧 我们有着很强的好奇心 而且热爱学习 我们总是充满热情地完成各种训练技巧 表现好的话 会得到各种奖励 我们快乐地学习着 请尽情地为我们欢呼吧 不要吝啬您对我们的赞赏 这是让我们学习快乐 取得进步的最佳方法 我们真的很聪明 可是人类对我们海豚才能的了解 却往往停留在表面 我们总是能够做出一些惊人的举动 但是人们不知道 这是不是我们在死机应备 比如 我们可以按照命令做出 转身跃起的动作 我们能够学会按照较量的指令 完成行为 但是如果遇到更加复杂的情况 我们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假如没有教练的指令 没有任何计划 我们是不是能够体现出真正的智力水平呢 我们经过训练 要拾起重物 然后把这个重物放进盒子里 我们能够学会把重物放进去 是因为只要这样做了 就会有一条鱼帽出来 很快我们就明白了 一次可以多放些重物进去 这样就可以让各多的鱼帽出来 要讲求效率 怎么样我们聪明吧 这叫做出类庞通 比一反三 我们海豚是社交动物 我们总是集体出行 而且我们当中只有一个是里头的 但是这让科学家们感到很困惑 人们很想知道 我们是怎样相互交流的 这些人呢 他们真的在交流吗 你说什么 这是他发出的哨声 这些是卡大声 科学家虽然捕捉到了 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语言 构成元素 但是没有人能够 破译我们的海豚语言 你有很多话要讲吗 我们的训练主管 为了搞清楚我们海豚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出一些具有创造性的举动 还专门收集了一个小实验 我是鲁尼 我是比尔 人们要看看我们俩是不是能够一起创造 这就意味着 我们需要一起思考 计划和交流 这一次 我们要做出创造性的动作 在水下 摄影师录下了我们发出的所有声音 包括我们那招牌制的哨声 看仔细了 这可是带养勇 还一起举起来尾巴呢 我们以前可从来没做出过这样的动作 这回相信了吧 我们并不是在死机硬背地学习 在奇妙的动物王国里 你从外表很难判断出它们的智商 本期芝麻开门 带您走进奇趣动物王国 看看动物们到底有多聪明 真是太了不起了 看来我们有必要重新的认识一下海豚 显然它们是一种相当聪明的海洋动物 具有超强的适应力 学习力 而且非常善于沟通与协作 虽然目前还没有办法证明海豚可以运用语言或者符号进行思考 但是也不能就此认为它们不具备抽象思考的能力 那么海豚的智商到底有多高呢 这还真是个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不断的去探索和发现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将看到一位超级聪明的动物明星 这是什么玩具 鼻子对了 你真是好样的 我叫亚里克斯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鸟 两个对了 一二 这是我的主人伊雷恩 帕克伯格 是一名科学家 他认为我们英国不仅聪明 而且有着与人类儿童相似的治理水 当人们认为我们鸟儿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的时候 我的主人却认为我可以做到很多人类意想不到的事情 他们会说话 他们非常聪明 他知道我们会说话 他还知道我们英国大脑的体积有何他那么大 乖 这是什么形状撕个脚 嗯 真棒 当我的主人还年轻的时候 他就在麻省理工大学学习化学了 之后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 可是在1974年 正当他空读博士学位的时候 一个新的电视系列节目改变了一切 说石头 说石头 电视里那个人教会的黑猩猩使用符号语言 当然了 他对符号语言的运用远远没有达到成千人的水平 正是受到这个电视节目的触动 我的主人伊瑞恩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 放弃了化学 开始他的生物学职业升远 我跟我的主人伊瑞恩是在宠物市场上相遇的 他让那里的工作人员随便帮他挑一只鹦鹉 结果我被选中了 那时的我只是一只龙中之鸟 毫无特别之处 他把我带回了他的实验室 便开始教我各种物品的名称 一开始 事情进展的并不顺利 因为我最喜欢的是纸 paper 但是因为我没有嘴唇 所以总是发不出这个声音 有时候我还会闹点小情绪 我会用我的表情告诉我的主人 今天我什么都不想做 我要休息 我要玩耍 慢慢的我学会了用人类的语言表达我的想法 比如说我想吃香蕉 我就会告诉我的主人 我要香蕉 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可不是英武学者 如果有人把生物蛋糕带到实验室来 我尝过之后就会说 好吃这面包 除了惊人的语言天赋之外 我的主人还教会了我数数 哪一种颜色的数字更大 橙色 对了 这难不打我 除了会数数 我还会做简单的算数型 而且还能记住一百多个单词 水 是的 里面有水 对了 可是 那叫什么呢 浴室对了 每天晚上 我和我的主人都有一个告别仪式 I love you 我也爱你 再见 当我的主人走出房门时 希望第二天一切还能和往常一样 可是 不是 世上没有不散的印象 虽然 我非常非常舍不得我的主人 但是 作为一名 平均寿命大约有三十年的非洲灰鹦 已经三十一岁的我 不得不和这个世界说再见 和我最最亲爱的主人说再见 我会在天空中 用我的爱 守护着我的主人 守护着所有喜爱我的朋友 我相信 我的主人 会找到新的如我一般的聪明 我知道 我的主人很难接受我的离去 所以 在我离开人事之后 我的主人 一直把我的骨位留在他的身边 他带着对我最美好的回忆 继续前行 几个 非常好 这是一个脚 这是一个脚 非常好 它是什么形状呢 告诉我 什么形状 我的主人继续着 他对我们非洲灰鹦鹉的研究工作 多年来 我的表现 也让人们相信动物的智商活动 是一项值得研究和探索的课题 现在 你还会觉得菜鸟是一个不怎么好听的词呢 在奇妙的动物王国里 谁是最聪明的 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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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它呢 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 天上飞的 你从外表很难判断出它们的智商 本期芝麻开门 带您走进奇趣动物王国 看一看动物们到底有多聪明 在奇妙的动物王国里 谁是最聪明的 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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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它呢 地上跑的 水里游的 天上飞的 你从外表很难判断出它们的智商 本期芝麻开门 带您走进奇趣动物王国 看一看动物们到底有多聪明 看到了亚历克斯和他的主人的故事 我也很想养一只世界上最聪明的鸟 教它说话 教它实在 还要给它很多很多的爱 现在我们已经认识了 能记住一千个玩偶名字的博德牧羊犬猎人 有着神奇大脑的乌贼和章鱼 会做出创造性动作的海豚 和世界上最聪明的鸟亚历克斯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下周同一时间芝麻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 下期节目再见 分享科学探索的快乐 芝麻开门 等着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